本地目前每10名前囚犯中就有4人在释放后的5年内重犯 内政部第二部长杨立明说 这个现象值得关注 并强调为前囚犯及他们的家人建立社会支持网的重要性 在社会服务机构工作的谢瑞龙 曾经沉沦渡海多年 并多次出入监狱 即便决定改国自新 甚至成功在新加坡管理大学获得了学位 却发现还是难以融入社会 内政部第二部长杨立明说 虽然我国前囚犯释放后两年内的重犯率是20% 是30年来的最低水平 不过5年内的重犯率还有待改善 在前囚犯当中有40% 在或是5年内重回监狱 当局希望这个情况会减少 本地目前也为囚犯举办体育项目及网络课程 借助他们同社会接轨